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的经济现况究竟如何呢 现在前标普的性贫主席说 如果拿现在呢 跟2011年调降主权性 用平等当时来相比的话 他们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呢 其实是更加的弱势的 除非呢华盛顿国会 可以在10月1号截止日期之前 通过一项支出法案 否则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呢 也就是美国就会再次的 面临到政府关闭的局面 所以美国的经济 目前来看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非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婷好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陈彦 刚刚我们提到标准普尔 这个主权平等委员会的 前主席钱博斯他所提到的 美国现在的整个财政状况 他说比2011年 当时调降姓平的时候 更加的脆弱 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 好 这位是谁 这位钱博斯他是标准 标普主权平等委员会 前主席 他在任内的时候 就是2011年 当时降美国姓平就是他 就是他 所以你说他来讲这段话 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因为他说当时他们为什么 调降美国的姓平 就是一样面对关门的问题 而且当时他们就认为说 那你就表示你美国政府 是不是治理无能 或是能力有待考验 无能可能是我讲的有点夸张 他的说法是说 是不是有待考验 所以就被降频了 而且当时他说 2011年当时他们预测 整个赤字会占GDP的100% 那政府嘲笑 嘲笑 他用嘲笑的字眼 没有错 他说你们为言耸听 可是事实是不是这样 而且当时被降频 美国政府还跟他说 太夸张 有这么离谱吗 可是事实上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除了我们节目讲过 美国政府的债务持续飙升之外 现在联邦跟地方政府的赤字 已经超过GDP的7% 整个政府债务占GDP多少 百分之120而目前就是 关门的问题就迫在眉睫 那一旦关门 是不是大家会对美国政府 失去信心 当然还包括民主党 跟共和党之间两党的角力 你们有必要玩得这么重吗 所以钱博斯的一个提醒 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他讲到这个 美国经济比当时更脆弱 主要就是这个数字 GDP政府债务占G120 因为当时2011年的时候100% 现在债务的问题更严重 更严重 那不只这样 我们来看整个金融业的一个状况 标普全球发布了一个报告 到6月30号 美国银行业存款的总额17.3兆 比去年同期减少 8716亿美金 年减4.8% 这是1994年 有记录来首次加价 好 我问 那存款下滑就下滑 会怎样吗 这里面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 钱流出流到哪里去 对不对 如果说你资金 钱没有在银行跑去拿了 对 现在看起来是 持续的流入 这个所谓的固定收益 包括债券等等 对银行会不会产生问题 好 假设 债券的价格是持续下滑 就可能又面对像之前 那几个小银行倒闭 当时不就持有债券的问题吗 第二个 当你手上的存款 持续下滑 也代表你能够动用的资金 持续的下滑 这会会产生风险 所以你看摩根斯坦利 为什么对中型银行又降频 因为他说尚未脱离困境 因为长期的高利率 净利息的收入会下调 然后所以他就下调 像西安银行 这些中级银行的瓶颈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面对的一个困境 如果你持有债券 债券殖利率持续上扬 代表你债券价格持续下滑 如果你没有持有债券 那就代表 你的存款持续下滑 你能够放款的资金 也持续的变少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近期来看 我们再看到一个 是美国政府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什么 民众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美国民众 44到59岁 X世代 我就是X世代 然后你知道有20%的人说 今年没有再持续 为退休账户存钱 大家必须知道 这个年龄的人 即将面临的就是退休问题 这是很明确的 退休问题 我们必须要持续的 往我的退休账户里面存钱 目前美国人普遍认为 可以稳定退休 要存到多少钱 180万美金 180万美金 好 这个又比之前又增加 大家又增加 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又增加 因为增加10万美金 因为他觉得好像不够 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不够 你应该要多存一点 可是你这两年 又没有办法存钱 因为大家说 没有办法存钱 所以你看 有近半数的人认为 他对这个 要达到退休生活 就我刚才讲 180万那个目标 其实是没有信心的 这个就是整理经济的状况 所造成的一个困境 而且不只这样 我们最近也发现了一个 相当糟糕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 我觉得很严重 为什么我讲很严重 因为你那个朋友 在美国很多年 应该比较能够体会 美国大型磷售商 Taki百货 他说他把九个门店关掉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经营不了 不是 既然是窃盗昌权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窃盗昌权你可以有保全 你可以有防盗措施 那表示会导致关门的 这个窃盗昌权的程度是 非常非常非常 我用三个非常严重 因为表示你员工的安全 都堪率 中暂时被偷到关店 这个其实很严重 然后你看纽约西雅图 旧金山湾区都受到迫起 占全美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好 我就跟你讲 有多严重好不好 我其实看到这个影片 我自己也吓一跳 这个是苹果的专卖店 在废城 那一个影片 你会觉得说 电影场景不就这样子吗 真的一群人 二三十个年轻人 都带就是帽T 口罩 然后大家都穿一样黑色的 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 指认说谁是谁 然后他们冲进去 店里面以后 抱着手机 抱着笔电就跑了 就跑了 就这样子 像画面这个样子 对 就像画面这样 你看影片当中 真的大家冲进去 还有人在旁边 为什么会有这个影片 因为他们肆无忌惮 他们冲进去 拿那个手机笔电 冲出来这个过程中 非常的嚣张 所以大家都还可以拿手机 在那里拍摄 在那里拍摄 如果你是开店的人 你会不会害怕 我坦白讲 我觉得是很可怕 当然后来已经逮捕了 美国警方迅速的逮捕 这个非常不容易 但是问题是 不只苹果 你看像这个Fullock 还有这个Lululemon 也遭遇到问题 那他们去抢 是抢瑜伽库吗 这个我比较不理解 那问题是他抢了手机也好 笔电也不能用 所以最后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抢完以后又把它丢掉 抢完又把它丢掉 所以造成大量的损失 因为它有防盗 苹果的设备有防盗 但是你就可以理解 美国目前 不只政府债务高足的问题 是一个问题 银行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之外 包括民众 因为收入的问题 必须挺而走险去抢劫 也让这些零售市场 遭受大额的损失 其实美国企业 现在还有面临一个挑战 就是如果他们有在 中国大陆设点的话 对 因为基本上 我们刚才讲到 是在美国本土的现象 但过去其实 中国大陆市场 因为幅员非常的广大 然后我们叫市场的腹地 所以大家很想要去 中国赚钱 因为叫人口红利 但是你看最近 华尔街日报特别报导 在中国经营的美气 他认为经营商的环境在恶化 有十大挑战 有列出来在这 我刚才背半天 包括美中关系紧张 个人讯息网路安全的规则 这个其实对美国人来讲很重要 非常在意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还有出口管制 另外还有包括什么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智慧财产权 专利是不被保护的 甚至比如说你想要申请一个许可证 它拖非常非常久 再来他们说政策的不透明 甚至刚才这里讲到的经商的环境 里面有讲到一个经商环境 就是我的对手是谁 是国际跟民气 但是实际上竞争的条件是不对等的 是不对等 所以你知道 甚至他们觉得说 资讯安全 网路安全这个部分之外 还包括他们自己人身的安全 这个也是一个 他们考虑的一个重点 所以在这过去一年 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气 减少或暂停中国的投资 比例是创新高 而且肯瑜你想一下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日本的企业应该跟中国 想要做中国的生意是 比较根深蒂固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也跟很多 中国的企业在合作 可是自从这个 恒大破产事件之后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这是日本经济新闻社 所针对100位日本企业 做的问卷调查 他说今后在中国业务的风险 认为上升的答案超过六成 但我跟你讲 就是恒大破产之后 90%的人认为 在中国经商很可怕 他们认为他们的经济问题 现在很担心 他们认为经济问题 是很严重 有九成 九成 那就是这个房地产的泡沫的问题 让他们开始警觉加强了 这个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状况 确实越来越严重 你看我刚才讲到的合作 其中一个三菱汽车 三菱汽车退出中国生产 必然退出在中国的生产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腹地 你要退出 那这个饼你不吃了吗 可是过去 日本不就是以出口中国为主要的 收入来源吗 包括在地生产 那现在 而且电动车普及 当然你说本土 本土品牌的崛起 它的销售一向低迷 可以合作 可是因为现在他们也发现 他们在中国的市战 节节败退的情况下 算是进入苦苦的挣扎 所以也重新省市 那中国经济的 这个成长不如预期 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说在香港 不管在中国或香港 这些律师 你知道律师大部分 真正的大型的 国际律师事务所 其实不是在走 所谓的刑事或民事的诉讼 真正主要都在走商事 帮公司担任顾问 然后写很多的 这种商业的一个文件 那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现在这些国际律师 竟然面临一波裁员场 国际律师事务所都面临裁员 我在香港很长的时间 其实在香港律师的地位 是非常高的 你知道大律师这个词 是从香港来的 其实在台湾 我们不习惯称所谓的大律师 在香港确实是这样 然后今年你看一个事务所 裁员了解雇20名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客户 你看我刚才讲企业是主要的 他说企业客户延迟付款 甚至现在很多香港的律师 找不到工作 那当然我们现在 大家都非常的在注意的 就是接下来的十一长假 那当然十一长假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持续追踪 你到底出游的人数 各方面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订机票 订房的数字好像有攀升 可是有一个观察 我自己觉得比较诡异 因为在十一长假之前 确实酒的价格 有小飙了一段 就是那个股票 股票 像股价酒类相关的股价 但是会不会是跟我们上次 在讲那个什么咖啡 茅台酒 咖啡那个 跟联名 对 跟他们联名 我原本以为是不是延续 十一长假的销售 结果没有 因为目前十一长假 这个销售忘记 既然生意产淡 整体的销售数字 只有过去同时期的一半 只有一半 所以掉非常非常多 代表大家目前 如果我没有工作 我买酒送人家干嘛 我也没有老板 也没有客户 那收入受到制约的关系 是不是也导致这一波 酒的销售不如预期 因为大部分 大家拿来送你 所以整体看起来 在经济层面 都还有很多疑点需要观察 好 刚才陈彦带 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整个经商环境 是在恶化 所以包括有在中国 设立公司的 包括美国企业 都面临到很严峻的一个挑战 梦中的中国的经济逆风 会不会也让在中国 设厂的特斯拉 同样也受到冲击呢 要请教挺好 现在德意志 他们示警了说 特斯拉恐怕在第三季的 这个交车量 会是不如预期的 不过另一方面 摩根士丹利 确实上调了 特斯拉的评级 他在上调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 他们有这个超级电脑 多久 对 很有趣 这特斯拉 一下可以靠卖探权 获取额外收益 一下接下来要做超级电脑 做自己的晶片多久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今年特斯拉的财报 如果跟去年比较起来 当然是不好 尤其是毛利率的显著下滑 去年毛利率大概有两成五 今年已经掉到一成九了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 特斯拉今年的EPS 和毛利率的下滑 完全是属于战略性调整 它本来就在降价 它在景气下行年的降价 是为了在全球式战略 有显著提升 当景气回来的时候 比如说2024年 景气回到上行格局 它很自然的 就会调高它的车价 这个时候 它的获利自然就能够回归 所以今年财报 我认为是一个战略性策略 事实上大家比较聚焦的 是有没有更具有 突破性的关键点 就是这也是超级电脑都就 我们都很清楚特斯拉 因为它现在的汽车等级 大概是Level 2 到Level 3左右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还是必须要实时的 有驾驶人坐在位置上 随时可能要待命 没有办法是真的完全的自驾 但我们都很清楚 全球电动车 车厂其实追的速度非常快 你要说电池的研发 等等相关技术 大家都在追 特斯拉真正的优势 其实在于软体端 也就是相对超级电脑 对于自由 或者自动交通运输当中 能够自行应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 一个比较超级电脑 多久了 它跟我们过去所提到的 Open AI最大差别 Open AI主要是工生程式 主要就是你有什么问题问它 它可以帮助你 协讯相关的资料 但是超级电脑都久 它是极度去追求 它的应答速度的 有时候我们讲说 一个晶片 它效能好不好 就要看它的应答速度 比如说在医疗晶片层面 可能你这个 因为是远端医疗 你可能切一个伤口 你必须要实时更动 你不能说我切了 过了五秒 它才跟着切 对于病人的风景很大 驾车也是一样 多久的目的 就是让它的应答速度够快 当它意识到该右转的时候 你不要过了两秒才右转 要不然就撞上去了 不过我们说到 大摩它其实看好的 不是因为它的电动车会买得好 而是因为有了超级电脑 不过我们说到 为什么马斯克跟比尔盖茨 大家就说 他们过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恩怨 他这样子推出一个超级电脑 是不是为了跟比尔盖茨 要竞争一下 一个Open AI 不过老实说你看到最近 因为马斯克自传 他是在全球开卖 这一次的作者 也是当年写贾伯斯书籍的作者 我看他 因为那位作者 他其实也写过很多传记 像达文西 富兰克林等等 过去他都是写 已经与世长职的人 这一次是少数他写一个 还活着的人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 马斯克其实有特别表示 他在写完出版的当下 马斯克都还没有看这本书 现在是刚卖 对不对 有可能我们现在看的速度快一点 会比马斯克提前看完这本书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也就是说他完全让这位作者 能够自由的去撰写 他收集到的资料 他也访问过很多马斯克的亲朋好友 所以他并没有对内容太多的干涉 完全没有 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你看一个做OpenAI的 一个做现在做多久的 其实马斯克和比尔盖茨 在过去几年已经算是蛮要好的朋友了 当时在2022年初 德国的柏林厂即将要建好了 德国柏林厂建很久 上海超级工厂都已经建好了 德国的柏林厂都还没有建完 当时他就邀请比尔盖茨说 我们终于建完了 我们往这个全球全球暖化 或者说环境议题又更进了一步 比尔盖茨也很重视全球暖化的问题 那我坐电动车也是在因应全球的气候变迁 他说你来到我们的柏林厂 我们一起聊聊慈善和气候的变化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 非常有趣的情况是 当时因为比尔盖茨 他就要求自己的助理说 你一定 因为他要赞助我们的慈善 以前比尔盖茨是首富 现在他是首富了 所以你要跟他多要点钱 那你要拿出去的诚意 他就请自己的助理 去联络马斯克的助理 后来发现马斯克的回复是 我没有助理 那你让你的秘书直接打给我好了 这要说到什么时候 这要说到2021年年末 当时马斯克的助理 去来到马斯克的办公室 要求说可不可以加薪 那马斯克就说要加薪 要不然你先放假吧 你压力很大 他就让他放了两桌的假 回来就是被开除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马斯克说我好像没有你 我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休假那两个礼拜 他觉得他完全没差 马斯克现在没密书 所以这个员工 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盖茨说 让我的助理跟你联络 后来助理发现 马斯克没有助理的时候 比尔盖茨就跟他交换了LINE 跟他交换那个WhatsApp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 你叫自己助理去跟人家大老板聊 好像也不是很尊重 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通信 但问题是 你看这两个人对于理念 对于全球的环境理念 如此之一致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 两个人最后闹翻了 我们都很清楚 各大媒体都说 其实这两个人 某种程度他是水火不容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有一次 比尔盖茨他特别私讯马斯克 说你可不可以 对我们的慈善基金 有一些计划 想跟你做一些简报这样子 马斯克这个时候就爱回不回 像女朋友一样 突然爱回不回 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你怎么不太回我 他就问说 你是不是还有五个亿的 特斯拉的空舱 当时比尔盖茨旗下 有一家投资公司 去放空 放空了特斯拉 他的投资公司 主要是交由自己的儿子 来打理的 所以盖茨马上就把短信 拿给自己的儿子看 寻求他的建议 儿子就说你说有是有 但是就快速转移话题就好 反正五亿也不是很多 那盖茨照做了 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然后马斯克在推 在这个WhatsApp上就回应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们没办法认真看待你这种投资 你明明口口声声跟我说 你要追求环保 支持绿能发展 但是你却在放空 那你应该买我特斯拉股票 你怎么会放空呢 他说我放空是因为 我的投资公司的一些规划和考量 后来两个人就因为这样子闹翻 你可以观察到马斯克 后来还在推特上 发了几张图来嘲笑盖茨 你看盖茨这张是肚子比较大的照片 他发了一个文字 这个我就不翻成中文了 他讲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缺乏男性的雄风 所以你也知道 外国人其实开玩笑都开得比较大 我如果这样子讲陈彦哥 他一定会很生气 虽然有可能也是真的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这个字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到 从这本书当中 其实比尔盖茨和马斯克虽然立场一致 但是你看得出来 两个人就算是富豪 就算是底层阶级 他过的生活其实跟我跟陈彦哥差不多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当然这本书当中 他最新手出的书 其实有聊到说 马斯克他的不管是投资 还是做事的一些中心逻辑 大家都会很清楚 以前就听过了 马斯克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第一性原则 什么叫做第一性原理 基本上他就是把所有的大目标 持续的分解成小目标 再由这些小目标来看 有没有现成的素材来进行组装 当时美国NASA的预估是 你要送一百万人上火星 一个人就要一百亿了 那你如果一百万人 那你等于是五百年美国的GDP 所以马斯克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他解构问题 现在的问题 并不是还不能上火星的问题 现在是可以上火星的 成本太高 所以你追本缩缘 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是你要如何让成本给降下来 所以火箭不能是抛弃式的 一定要是可重复利用式的 那当时他就把很多火箭的素材 重新进行成本的计算 就假设我把中间商全部剔除之后 发现火箭的材料成本 大约是市场价格的才2%而已 所以当时他创建自己的公司 Spear X 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原物料 最后制成了自己的火箭 现在来看的话 成本这样子上去下来 50万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用第一性原理 把所有的大目标 拆解成小目标 那一样 他当年为什么要发行 特斯拉 为什么不直接就是 做火箭就好了 原因很简单 第一 他要做的是把人送上火星 他要把人送上火星 就需要研发火箭 可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来研发火箭相关的技术 怎么办呢 那我就应该就做一些 现在马上就可以赚到 钱的产业 那就是汽车 电动车 所以你看到一开始 马斯克的Model 3 其实卖得非常贵 对 他的目的是取得第一波的资金 大概在当时08年的时候 结果在12年的时候 你就开始看到有明显的车款 开始推出 现在其实已经往第三阶段 来挺进 也就是说 现在基本上特斯拉 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大降价 他的降价的目标 就是为了筹储更多的资金 可以让他去发展 他的火箭领域 开始比较走低价的方式 没错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了解到 马斯克的商业思维 他就中心一个逻辑 就是回归原本 追本溯源 搞清楚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不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研发一个 大家都还没有一个 显著未来的具体技术 你要做的就是 把现在当下既有的技术 进行组合 以特斯拉为例 当时在08年 没什么人看好电动车 第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不认为能够 去做一个这么大容量电池 为什么呢 因为电池 它跟整个汽车的续航力 是有显著相关的 但是马斯克做了什么事情 他后来采用的技术 并不是单一一颗大电池 而是宁德时代的 是多个数百个小电池 进行组合而成 那的确在技术上 它会遇到一些难关 但用这样的一个 现成的方式 就是特斯拉 当时开始茁壮的原因 所以从马斯克的故事 也看得出来 我觉得这本书 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让我们了解到说 其实一个伟人 他其实本身 在原则做事上 一定会有他的原则存在 那你掌握这个原则 我们已离伟人 越来越近了 好 刚刚提到 但我们看到 是马斯克的经营理念 不过说到特斯拉的部分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其实大摩上调 他的目标这样的看好 并不是他的电动车 这一块 而是他在 这个超级电脑的部分 现在广达董事长林白礼 他也提到了 整个AI的革命 他说AI的算力需求 正在快速成长 大约是每三个月增加一倍 他的算力需求 其实已经正式超越了 半导体的摩尔定律 要请教幸福哥 如果说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之下 接下来这个AI所带动的 高速传输的一个需求 会带动台湾哪些 概念股的一个表现 其实真的会带动 蛮大的一个趋势 因为像林白礼讲的 过去摩尔定律 他是认为说 每两年 半导体的这个部分 会翻一倍 就是在同样一个面积 或同一个体积的电晶体 它会可以多一倍 可是现在是每三个月 就增加一倍 所以这个需求快速 需求量成长非常大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我们从这个资料 就可以了解为什么 资讯的需求这么大 这边是我们去统计 每年使用的资讯量 其实这边应该是不是1012 这边我这个12应该稍微 上面一点 是10的12次方 10的12次方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你手机每个月 用了多少流量 我们说几G几G 就是这个单位 GIGABYTE 然后1ZB 10的12次方GIGABYTE 其实就是后面数字非常庞大 你可以发现 从2022 2023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就代表过去如果说可能我们网书传书没有那么方便 可能大家觉得用起来卡卡的不爱用 可是现在如果大家在捷运上 或者说搭车无聊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现 大家几乎都在滑手机 从国小到阿公阿嬷都一样 因为搭车无聊 除非你是闭着眼睛休息 或跟朋友聊天 不然的话其实基本上 大家只要坐定或站稳之后 手机都拿出来开始滑 有打游戏的 看剧的 听音乐的都有 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我们的资讯量 使用越来越多 所以这会让新的一个 所谓科技业的进展不断的提升 我们来看 这边有台湾非常多的 其实整体的AI革命 为什么临巴理说 这一次台湾的厂商 台湾的科技业 它的机会非常大 因为我们以这个AI伺服器来说的话 大概有9成都是台湾的厂商 去做代工 那里面甚至有很多 非常多的零组件 也是台湾的厂商生产 那我们这边就从上中下游 帮大家列举出一些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厂商 比如说像最上游是晶圆代工 这个就是台积电制造 然后封测 这是月光 现在IPC制裁的部分 像创意47KY等等 都今年的强势股 还有现在因为AI伺服器 它的运算非常庞大 所以它能耗也多 所以电源供应器的部分 也需要加强 包括宝科 台达电 还有散热 这也是今年的重点 还有PCB 金像天 载版 CCL 同胞机版 滑轨机壳 还有光空讯 还有包括像代工跟组装 我想这些都是一连串 对于台湾未来 在发展AI的时候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厂商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 稍微深入一点 来讲所谓的光通讯这一块 光通讯其实简单来说 因为我们过去 我们用的这个讯号 是电的讯号 就是我们在传输的讯号 可是现在随着 资料量越来越庞大 要把电的讯号 转成光的讯号来做传输 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就是说它传输的速度更快 而且中间讯号在传输的过程里面 它也比较不会造成讯号的递减 简单来说有这几个好处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光通讯的最新的技术 叫CPU 供封装的技术 我想这个大家最近 不管是在平面或很多的一些 财经媒体的杂志上都有看到 这个所谓CPU 供封装的技术 简单来说 它就是把两个之前 离比较远的晶片 现在把它距离拉近 让它在传输资料的过程里面 可以省掉更多不必要的耗损 还有也可以节省能源的消耗 所以这边它有三个优势 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让网路交换机的晶片 功耗可以降低三成 然后每一单位的资料 它的单价 传输的单价可以降低四成 还有伺服器的部分 机架密度可以提升50%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你进到一个伺服器中心 或者说大家看伺服器 就是密密麻麻的很多柜子 很多柜子 然后后面它其实都会有插上 所谓的传输的 一个所谓的传输器 这里面如果用供风窗的技术 就可以让它更好 不过说到这个高速传输的需求的话 就是一定会用到光通讯吗 其实光通讯的话 在这一波AI股比较震荡的时候 他们是相对也比较抗跌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其实上一波 AI5 6 7月在涨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 所谓的光通讯的概念股 是没有涨到的 因为他们今年库存算调整的比较慢 所以在上一波大涨的过程里面 只有少数一两档 应该说就是只有滑星光有涨到 从50块这一波 应该说前一段时间 最高涨到200出头 扣除掉这一档之外 其实大部分在这个区块里面的股票 今年即便有涨 涨幅都不大 甚至有的 因为在调整库存的关系 今年的跌幅还相对比较深 我们这边就举两档个股为例子好了 一个 第一个是滑星光 我们刚刚前面讲 今年它算是第一波有跟上AI的 因为它营收出来的速度比较快 从50块左右一路最高 涨到200出头 所以最近股价 因为前一段时间 AI又拉回 所以它也跟着拉回 最近股价有稍微开始 出现了止跌回稳的契机 另外一档位界比较低的 是这个497的仲达KY 这两家公司都是做光通讯模组的 其实技术能力都不错 只是说仲达KY 它上半年客户的库存调整 比较慢一点 不过最近它也开始底部都有出量 而且底部也越电越高 所以接下来有机会 在所谓光通讯模组的部分 也是可以搭上AI的商机 刚幸福哥 但我们看到 这个AI带动了高速传输的需求 那么整个光通讯相关的概念股 也都因此受惠 我们说到在科技业的一个部分 现在必须要留意到的 还是美国的一个利率的问题 现在高盛的前CEO 他表示说 美国联准会 接下来可能没有必要 再把利率维持在更高的水准 更久的时间了 所以他也提出了说这个降息 可能会比联准会一直向外界传达 还要更快就会到来 我们要请教这个吴老师 为什么感觉这个说法 好像跟市场原本看的 比较不一样 大家认为说这个高利率 应该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 而且大摩 他们分析师也提到 明年会降息整整一个百分点 是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是跟那个上个礼拜 美国联准会他的这个会议的 这个结果有点关系 那这次的会议 我想大部分的人 都会把它解读成 他是因事的停止升息 所以他虽然是停止升息 看起来对市场是好的 利率没有再继续往上调升 但是他所释放出来的很多讯息 是非常的音牌 那最主要是他也暗示 在今年年底之前 可能还会再升一次 而且幅度大概是阴瑪 那这个当然就是表示 现在还不是升息循环 结束的时间点 可能要到今年的第四季 甚至拖到明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利率就会比较 就是还会再继续上升 就是我认为美国 其实硬着陆的风险 也不能完全排除 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 是他的这个失业率 相对还是比较低 那即使现在上升到3.8 那3.8是因为 那个劳动参与率的人也增加了 所以造成失业率有微幅上升 但就业的人口 其实并没有大量的减少 所以现在看起来 劳动市场的表现 确实还是非常的强劲 那另外在服务业的部分 还是很热 因为美国解封之后 大家也愿意出门去消费 那所以说 不管是那个个人消费支出 还是美国的零售销售的金额 其实现在都还是 还是维持在高档 特别是个人消费支出 并没有下降 就是美国已经升息到 这样的情况 而且那个通膨 严重的通膨 跟那个利息的负担 没有影响到零售销售 跟消费支出 几乎都没有影响到他的消费 那这个情况 其实还是蛮特别的 那所以说 个人消费支出 他虽然现在 还继续在成长 但是他的成长速度已经放慢 那但是 那个在这后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那最重要的风险 就是所谓的债务的风险 因为当然消费大家 那个想看到喜欢的东西 就会去买 喜欢吃的东西就去吃 那但是呢 那个你口袋里面 有没有钱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美国看起来 就是现在有很多家庭 他是借债来进行消费 所以我们看 有一个数据 就是美国的家庭债务的规模 他在2021年 第一季的时候 美国家庭债务 17点多兆 不到18兆美元 现在已经来到 超过20兆美元 就今年的第二季的统计数字 他已经超过20兆美元 所以这段时间 他成长的幅度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家庭的债务 大幅度的上升 其实对很多家庭的消费能力 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一旦家庭的消费 开始下降 那服务业的表现不好 失业人口可能就会开始增加 那美国的经济 如果转坏的话 如果有明显的转坏 那联准会 他降息的压力就会变大 所以老师刚刚提的是 美国现在经济的这个数据 其实是有的是好 有的不好 就是有点是双面经济 这样的情况 到底会怎么牵动 台湾的经济表现 因为根据国发会公布了这个八月景气 对策型号的分数 是十五分 这跟七月是持平 不过如果看到他蓝灯的话 已经是连十蓝 这比金融海啸时期 当时是连九蓝还要更久 如果美国在明年降旗 是不是代表说 他们的经济状况 是不会比今年更好 是确实 而且他对台湾的这个影响 就会很大 因为我刚才解释过 美国的经济状况转差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因为家庭 家庭经济的情况 恶化到一个程度 那换句话讲 就是他的负债大到很多家庭 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 家庭债务的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还看到 美国的这个卡债的规模 也一直在膨胀 所以现在卡债的金额 也大概是一兆美元 那我们都知道 家庭如果是用到卡债来融资的话 那这非常可怕 因为他的利率是超过百分之二十 那所以说利息的负担 非常的沉重 那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未来的半年 其实某一个时间点 美国的消费 有可能会更大幅度的下降 那一旦美国的消费下降 那他的本土的产业 他的现在还很热的服务业 就会受到影响 失业率会上升 那台湾 我们有很多产品出口到美国 而且我们的外销订单 就是美国的占比是超过三成 所以美国的经济 如果恶化 他的消费 消费能力 有比较显著的下降 那我们台湾的 这个出口的情况 还会 就是 还会再继续恶化下去 所以大家说 可能第三季是谷底 第四季可能会 慢慢回来 那这个情况 我当然也希望如此 但是从目前 美国的经济情况 恐怕没有那么乐观 对 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面对的这个挑战还蛮大的 是 刚吴老师 但我们看到 台湾在接下来 恐怕还会面临到更大的一个经济挑战 我们稍后要来关注的是 知名的度假胜地 马尔蒂夫呢 现在怎么会变成是这个印度 还有在这个中国之间最新角力的战场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